《玩具TV》第32季大結局第12集 其實還未是,第13集 沒有,下星期也未夠 這次要介紹的就是國內的一間廠 Z先生模型工作室 Mr.Z,他一向比較擅長做動物 是呀,但他出了古短峰也有,例如水戶轉也有 有呀,不過這次不說轉 他出了女生,無端端一套女生出來,有兩個 還要很高質素 這盒子很神奇,以來地產品來說 它的盒子很平實,一個很普通的紙盒 我們習慣了月餅盒,中國的產品 我不要介意,我反而覺得它 當然你用平實來救可能 我沒有說不靚,我覺得一般 我真的覺得一般 但那樣的模型呢? 我想是想配合那個 你要突出本身的模型其實是對的 因為它本身的模型是漂亮的 但太寡,作為一個消費者 不吸引 我覺得它的好處是你可以不留俠 哦,有多好 你這個好處都真是 先講一句話,因為我們現在有時機的關係 沒有這個指下 立即來了 第一次出的女生來說,簡直是經驗 因為剛才很多朋友都說很棒 其實細菌之前有可以賣的 你不買 你自己不拿照片 你怎麼做生意 你怎麼做生意 經常是搞Toys TV 搞到不做生意 這個就是Mr.Z 其實它之前有兩款 已經賣光了 賣光了 一派貨 可能主理人Mr.Z,他真的比較擅長於身體 動物一般的樣子 很注意的 其實官圖是背面拍到屁股 是有少少橫橫的 不是很完美的 我們一定會出現這個 我們一步一步來 你已經直達這個 你一開始就進入了 因為是很人性的 所以其實那張照片也吸引了很多人去留意 如果講到模型,大家一起去講吧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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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部當然不採用車法那種 架法 樣子也不是完全不玩 我覺得有少少漫畫風 也不像少少 有少少動畫風 插圖風 很過癮化 還有可動眼 你試過玩過可動眼嗎 沒有 因為很難解釋 現在其實水爺已經由頭到腳 送一次給大家看 本身當然大部份的配件已經立了上身 剛才說的我相信除了手型 手型它本身也包了 很多 很多 十四六八十十二隻 都是一打 拍不到 要給觀眾看 手拍 手指的上色也是可為精神 有畫插圖時很喜歡加那些 紙巾上面的紅色 泛紅 這叫什麼 中文叫什麼 白女透紅 那塊骨 打拳 打人的骨 這塊骨 這塊骨叫什麼 拳骨 拳骨 手指骨 有些陰影 有些粉紅的陰影 令到少女味道 如果你覺得手比較難看的話 她是連腳也有得換 因為很多女生在家是不穿鞋的 不過腳掌我覺得比較便宜 不是那些美少女腳掌 因為她拍了一些照片 好像在家的美女 玩瑜伽 沒有閒裝 沒有穿鞋 所以這個設計師對女性的理解是很深刻的 她不是給她的軍筆就算了 好 我們現在來看看 最重要是看女性模型 最重要是兩樣東西 樣子 可能要拍攝近一點 都看不到樣子 見仁見智 如果你是很韓風 如果你是喜歡比較 不是那麼寫實 我覺得這個也是相當不錯 我覺得這個其實真的好 中國插畫風 現在比較流行 第一眼我是想到韓國人 因為有點相似 例如現在中國的女性化妝 拍片時有些filter 跟韓國鋒相近 第二 玩Rigger當然要身體 身體 你是不是要純配 看配件為三大 是嗎 我們要先脫掉配件 我們先看看她身上的配件 這個很棒 德國鋒是這個 是一個很有型的電話套 是的 一個電話殼 很有趣是單眼的小兔 這種殼你有沒有見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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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二 第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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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這個包包 其實都套得相當美 好 有很多細節的位置 有些吊式 如果是我就會更濕 生活感會更重 現在就很四方 有很多女生 男生 好像吊在一袋裡 這個不是布 這個是塑膠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冰淇淋做得很漂亮 冰淇淋做得很仔細 這個冰淇淋很大 是的 Mr. 如果你有看 你真是懂得女人心 你真是知道女人是甜品 接著到這件外套 這件夾棉外套 Oversize Oversize 夾棉 軍裝外套 這個阻子是跟上的嗎 這個阻子是跟上的 這個阻子是跟上的 那個夾棉外套 其實不要看它 是呀 其實是車工 很多車工 好漂亮的 每一條 有一個洞洞 它這樣扯出來 其實都不少人工 直接脫了嗎 脫了 我們要快 差不多 所以這個夾棉外套 本身也很值錢 我留意到 這個藍裝也可以 如果喜歡我們那些 師兄玩軍佬那些 可以買了衣服 型佬嗎 女生穿少一點 男生穿上衣服 保暖 那就差不多了 是呀 嘩 好少穿衣服 好少穿衣服 excuse me 你竟然叫我穿一個女生 你快要穿這件衣服 對呀 真的算很漂亮 很工整 我覺得這件 這件可以穿得到 為何穿得到 因為女生不適合穿衣服 是不需要穿那麼多 是不需要穿那麼多 你看看背部 你又知道 這件是重點 嘩 透明的 為何 透透的 小心 喂 這件真的會黃標 這件真的 我覺得是很 現在我們在街上 都常常見到這些 瑜伽 瑜伽服的少女 真的 那些 很自然一點的手 真的 是怎樣 玲瓏浮凸 那個臀部的肌肉 是很大 好像外國人的感覺 即是不其然的眼和腳都跟著 我怕 大佬 但是 腰的身形 還是很 纖細 這件衣服真的有點透明 是光珠來的 金屬 應該是不會的 是金屬骨架 因為現在國內 他們也有很多合作 通常這個骨架 我懷疑就是某大廠的 某大廠的 工具 因為 Mr.I.S.是獨立製作商 有設計師 他應該不會自己開發 波電 我猜 是鋼骨的 是 鋼骨的 鋼骨的定義 是 即是有銀色的 是的 其實裡面 已經是鋼骨來造成 既然拍攝了 我也很大膽給大家看一看 是軟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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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小心 我們回到這裏 波電的特色 我覺得很好 就是它很東方人的身材 就是東方人的身材 就是 Hip比較大 上圍有 但是 沒有那麼豐滿 對 對 真的很好 視乎 我們看到常見 亞洲人的身軀 因為上圍是不能練 但是下圍是不能練 下圍是不能練 對 如果你見到有女生 下身是這樣的線條 她是很勤力地做運動 是的 所以 這個女生 我們就覺得 你所說 有件外套也很漂亮 就算你真的說 你不要一件外套 其實就這樣 都相當之不錯 這件衣服 裡面都一絲不久 這件衣服 我不斷擺了姿勢 就是擺在後面 麻煩 看一看 真的挺漂亮的 鏡頭裡面也是挺漂亮的 作為一個獨立的內地設計師品牌 我覺得絕對不厲害 我不會說像不像內地 我不說了 其實已經衝出了一個比較高的層次 你看看對鞋 你看看對鞋 800多 好像沒有了 其實都賣光了 其實都賣光了 鞋帶多漂亮 這些一落地就沒有了 都是按收訂去做的 剛才有張卡 好 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真的買不到 你上去觀望看圖 少英師拍得很漂亮 我想她是老闆自己拍的 這裏 其實一次過有兩隻 一隻叫阿牧 另一隻叫阿兵 再更加有型格風 這裏是未出的 出了的 一對出 不過我們Derek只買了一副 因為他小布一點 不過好像已經買了 剛剛有買了 如果有興趣的 可能都要去網上找 或者問問Seventy 還是沒有 另外我們剛剛也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Body需要賞識的地方是有賞識的 是 可以透視說 直接一點說 當然這個 還要再直接一點說 現形之餘 它是任何地方都有賞識的 我說完 任何地方都有賞識 剛才已經測試過 非常好 下一節 好嗎 太大色了 太大色了 哇 美女踢腳是零正 好啦 今晚很多東西 因為臨時都幾見了 HOISTVをご覧の皆さん こんにちは シダネネです The仮面ライダー店の 海外初展示となる 香港での開催 Special Ambassadorに就任できて とっても嬉しく思います 参加できたこと とても光栄です インキュベースアリーナにて 開催中ですので 是非足を運んでください 待ってます